春天的天气反复无常 下了几天的雨终于暗下暂停 虽然云城仍厚重 但体感温度明显上升 气象局表示周四白天开始 冷空气减弱 水气减少 在下一波封面来临前 会有一个晴朗的中场休息空档 明后两天就要特别注意 回南风之后 温度的升幅就会比较明显 可以看到局部地区还可以来到 30甚至30度以上这样的低温 就是在明天后天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 温度上的变化就会比较大 白天比较热 那清晨还是有点冷 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华南云雨区东移 除了东部山区可能有局部雨势 全台各地都转为多云稻晴 一直持续到周六白天 转南风回温 白天暖热如下 周六高温更会超过30度 只不过周六晚上 又有另一波封面来袭 老天爷又要变脸 雨是比较明显的时间点 大概会是在礼拜六的晚上 到礼拜一这段时间 周六晚上开始各地气温奏降 转局部阵雨或雷雨天气 周日到下周一 收到封面徘徊影响 全台有雨 北部湿冷南部转凉 29号的时候呢 水气上相对比较少 但是在30号 水气可能又多了起来 下周二封面减弱 气温略为回升 但周三封面又会再增强 过去的谚语总说 历春落雨到清明 意思就是一直到清明节 天气变化多 雨也多 提醒民众多加留意 近新闻朝展郭艳婷采访报道 要安置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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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